不论是蔬菜还是花卉 培土可以说是 动植植物的集中 那我们怎么不用花钱 就可以得到适合草莓生长的土壤 我们先聊聊土壤的探定器 我们都知道 沙土排水性强 但水泥不容易保留 每次浇水时 会水着水渗透着 涨土排水性好 震水性一般 干湿循环慢 根系在水里长时间浸泡后就会慢 黏土排水性超 透气性不强 多次浇水后容易摆植 瞄到这里 有人就会问 什么是沙土 粘土 壤土的简单来说吧 河道旁边葱刷上来的 就是沙土 而粘土就是水下的 一面沙土全被葱刷掉的土壤 壤土显而易见 就是两者的几个核子 草莓既怕湿又怕干 醉核是在 含有水泵 透气 东腹有机物发达的土壤里生长 我们可使用一些壤土 再添加一些经过 长时间发酵后的树木枯枝残叶 可中和壤土的满水性 就可以得到一盆 质地松软 透气性强 有机质丰富的培土了 对于城市种植爱好者来说 最适合的壤土 可以从哪些地方找到呢 常见有公娘 畜向花黑的土壤 也叫做腐植土 好一点的挖出来 成颗腻框 不沾免 透气好用 免费的土壤 我们还等什么 赶快行动起来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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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